那你就是忘恩负义啊 他不把自己当作国民党 不要问党为你做了什么 侯友宜为国民党做了什么 我觉得侯友宜跟蔡英文是很像的 叫铁万空心 侯友宜是达陆基 无趣的达陆基 就他只会一直重复跳针 呵呵做事 那当然侯友宜在四大公投 选择岁月静好 这一点其实 我觉得不只是我啦 就是所有在第一线奋斗的战将 都很有不满 四大公投每一个都是民生议题 对不对 但是你侯友宜却说 只要站出来监督民进党 批判民进党 侯友宜那个做法 他是一个人格诚信的问题 他是在同志背后开枪 我们走江湖讲的是道义 他在公投之后呢 特地找了洪生汉等人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开会 你等于是跟全国人民宣战 对不对 因为全国多数的民意 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以和养律 你侯友宜在选市长的时候 你也是受到韩流的崛起 结果怎么2019年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你跟韩国瑜一直切割 那你就是忘恩负义 他不把自己当作国民党 好那是2019年的事情 现在侯友宜自己要选总统 那凭什么事 人家要来帮你量身打招 不要问党位你做了什么 侯友宜为国民党做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做 最近很多人拿出来检视 就是卢秀燕可以拿来东对比 卢秀燕他敢于对中央议题表态 卢秀燕为了中火跟行政院打行政诉讼 四大公投的时候卢秀燕站出来立体 然后侯友宜呢 后宜什么都没做 他还选择切割 所以你看 卢秀燕同样是一个直辖市的市长 可是他永远跟党站在一起 永远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顺位 好好做事情 是侯友宜在讲 卢秀燕在做 你从头到尾看到侯友宜什么时候 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别的不要讲啦 站台什么的 那都是卢秀燕冲第一 然后侯友宜就是只有赢了 他局他才站 第二个是历来的全代会 除了侯友宜自己被提名 请问侯友宜什么时候出现过 所以侯友宜从头到尾都不认为自己是国民党 甚至在去年选举过程中恩恩案 恩案没有影响到新北市长的连任 但是恩恩案可以看出侯友宜这个人的危机处理能力 侯友宜本来就不希望国民党籍的议员帮他讲话 那后来他以为用这个威胁媒体抽业配押新闻的方式 可以压掉恩恩案 侯友宜是一个警察出身 他其实很习惯这种就是我要去控制这些情报讯息的释出 所以就变成说他开始控媒体 可是你玩控制媒体这招 你怎么玩得过民进党 你怎么玩过蔡英文 我觉得侯友宜跟蔡英文是很像的 叫铁腕空心 空心指的是他没有论述 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理念 铁腕意思就是他去掌控媒体跟讯息 所以我同你侯友宜跟同你蔡英文没有什么两样 蔡英文大家被叫他是读稿机 那蔡英文至好会读稿嘛 韩国瑜当时被销售叫韩总机 侯友宜是达陆机 无趣的达陆机 就他只会一直重复跳针 呵呵做事 您拨的电话 呵呵做事 就一个案例 我告诉你白皮书不用写了啦 我直接叫国民党智库那边休息了啦 对不对 就算之后征召侯友宜 智库可以放假了啦 说每一件都好好就来就好啦 我们只要讨厌民进党 侯友宜就可以当总统 根据我收到的情报 府院是从2022年初就要拱侯友宜出来选总统 而他们也相信他们这种操作之下 蓝营一定会傻傻的去征召侯友宜选总统 你看喔 看柯文哲 看卢秀燕就可以做对比 柯文哲一只水火溜溜 对不对 国政议题张口就讲 另外一个人说好专注市政 但是呢对重要的中央议题 他也不另于表态 卢秀燕 不管是卢秀燕还是柯文哲 跟侯友宜一对比 我直接说了高下利剑 那最近那个他的副市长刘和然 你怎么看可以上电视谈你组织 要不要选总统呢 大家对侯友宜最怀疑就是 他的国际论两岸论 还有能源经济相关的论述 就是一个草包 那他派的这个副市长刘和然 讲说什么侯市长分享 他看影集叫什么高墙边的混乱 然后呢 侯友宜也有把这个比尔盖茨写的 如何避免气候灾难啊 也看了两次 还有做笔记 然后侯友宜呢 也有看晶片战争 他都有读 都有做笔记啊 我们这个刘和然啊 贵为副市长啊 当侯市长的小小书童啊 上广播这样讲 我觉得说你自己论述草包 然后你要派自己的人马上媒体 帮你包装一个 哎 万侯市长有特色哦 那这不就跟蔡英文也很像吗 他明明就是一个空心菜 你要把它包装成辣台派 但是蔡英文至少塑造的比较漂亮 比较好看 侯友宜在2017年出访南京的时候 当时他就说 我们是来到这里啊 那个两岸一家亲 而两岸一家亲这五个字 是2014年连战跟习近平会面讲的 后来柯文哲在台湾讲两岸一家亲 那侯友宜看 柯文哲在台湾讲两岸一家亲 竟然没有被打倒 他就想要东施孝平嘛 所以去南京的时候 他就想要讨好共产党的官员 在对岸讲两岸一家亲 柯文哲是敢在台湾讲两岸一家亲 侯友宜不敢 但是侯友宜回到台湾来呢 他绝口不提两岸一家亲 他甚至作为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 他连国民党官方的九二共事都不敢讲 我觉得他的人格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我刚刚讲的 他去南京 在共产党官员面前讲两岸一家亲 回来连九二共事都不敢讲 我觉得这边是看出说 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他总是想着讨好面前的长官 这边的长官可能是共产党的官员 可能是他想象的台湾老百姓 侯友宜这一脉好像觉得 我就行啊 我单挑就可以了 他们的团队真的超级乐观 你们这些挺有败太乐观了 那是台北市 特殊选区 第一个那是台北市 特殊选区 你跟南部怎么打啊 第二个 你们国民党说要边缘化黄珊珊 请问你们在台北市 你们有边缘黄珊珊 没有哦 没有 最后最后是台北市民 太害怕陈时中 赖清德不是陈时中 赖清德现在他做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 但无论是真的假的 他至少表面功夫做得住 很多人都可以买单赖清德哦 你现在相对民调输赖清德12% 第二个赖清德仇恨度 没有陈时中那么高 第三个 你连黄珊珊都边缘化不掉 你怎么边缘化柯文哲 你有没有那种 2019年后期的记事感 就那些韩粉啊 大军师啊 在吹什么 韩国语令大胜啊 绝地反攻啊 民调都是假的啊 我讲了好几天 我觉得有一种记事感 换柱记事感 换柱记事感 我有一点点一半 但是换柱基本上不会发生 换柱不会发生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侯友宜他是不是这个趋势 有一点点 他即使不会换 但是有一点点 你说朱立伦对侯友宜有疑虑 你可以说朱立伦想选总统 可是他应该是有认清楚 2024年不可能 可是为什么朱立伦迟迟不愿意 直接就争召侯友宜 为什么朱立伦有疑虑 因为第一个胜败是他坎 不是你们那些要选立委的 他们可能会不会发生 他说朱立伦 是不是 我对他身旼集边 我把这个胜败 我把胜败 不其他的胜败 我其实也不是